犯行 当然严谨来讲 我们这一章的任务是犯行集合 不过客观来讲 讲完了犯行集合 后边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机会讲犯行 你们想听 这个简易版的 还是这个 高级版的 就是有一个这样的情况 就是 现外 你要想这个现外原本上来讲 我们就讲简易版的 是吧 但是呢 后边就没啥机会讲高级版的 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是 就是现外如果讲简易 后边就那个高级的 后边可能就不讲了 不是不讲 这就是不是可能 就是不讲了 你知道吧 就是不讲了 让我这看 我这不是 哎 良心教育 对吧 你看我这这叫你们选 简易版的 我跟你说 给我十分钟我就能说完了 特别简易 特别简单 一听就会 一想就明白了 先说简易 先说简易 完了试试水 是吧 先试试水 看看怎么样 完了再听个高级的 是吧 哎 行 好 你们先听听看吧 哎呀 这听说这话好像是吧 这太好 揣摩这到底是咋的事 那我就开始了 半形集合 我录上了 好 半形集合 给个概念 参数化类型 类型安全的集合 好 使用了半形集合之后呢 会强制我们 在集合当中存入的元素 它的类型必须要一致 那 此刻我们还没用到半形 对吧 那有没有要求我们元素一致呢 没关系 我们看一眼就行了 随便挑个集合 是吧 看看 说有的也好 没有的也好 其实现在来讲都不算错 generate 范形 generate collection 范形集合呀 我们呢 就用一个比较熟识的了 是吧 arraylist new arraylist 搞包 然后 添加元素 现在呢 你往你加内容 比如说我添加个10 可以的 10.0呢 也行 对吧 hello 也行 ay ay 也行 true 也行 看到了吧 为什么 你看这方法就能看得出来 他需要的参数叫做object 换句话说 这个方法的行参是个最高顶级的负列类型 你付什么子类进去 它都是多态 它都允许 对不对 那你说都允许这是好事啊 这不是大而全的融合了吗 不过在解决计划问题的时候 可能 就麻烦了 比如说我想统计 现在集合当中的总和 可以吧 我们上一段里也是这么写的 对不对 那你一定应该能想象得到 它会有什么问题呢 你说 我这里 每次拿出来的东西 我是要和一个double类型的sum做相加的 对吧 我是不是得强转成sum这个double吗 那我lease的点get i 你告诉我 真正能转型成功的 是所有吗 不是就意味着 你运行会有class cast的exception 它第一个就告诉你了 包装类型的intege就不能转型成double 对吧 好 你说我把这个住了 那下一个问题就是 字符串不能转型成double 对吧 然后呢 字符呢 它也 这个都是问题吗 character不能转型成double 明不明白啊 明白 这类型就不兼容 实话实说 这个直接就叫类型不安全 对不对啊 安全吗 不安全 你想放什么都能放 是这意思吗 比如说 教室 其实就是个类型安全的机构 谁能进得来 第一 你佩戴上学生的 听课证 对吧 当然老师是个特例了 是吧 你们要不需要我 我也可以走 教室 就是存储学生的容器 对不对 不是学生 允许坐在教室里吗 不允许 这不是很严格吗 我再举个例子 警车谁能开啊 警察 好 你换个别的角色 进去开警车 何事吗 你觉得教室 哎呀 谁都能进来啊 警车 谁都能开吗 我前面看了一个段子 是吧 这个 四平青年的那个 浩哥 对吧 二龙吴浩哥拍的 是吧 给四平的那个 这个这个 四平的那个警察 是吧 做了一个广告 是吧 他一上车 进去了 旁边副驾驶坐一个 开车 他说哎呦 您这个 这找代价 是吧 您这车可不一般 您 这个 上班坐你了 他说我没班啊 你没班 我可不想开车 他说你不是代价吗 他说你 代价也不能开 然后下车了 下车一拴门一看 哦 原来是警车 没有盖着到笑点啊 那显然你坐在副驾驶 你没有工作 你就不是警察 你不是警察 你找了一个代价 帮你开警车走 你那不是跟抢警车 是一个道理吗 听到了吗 他是有严格的 身份的 识别的 那个就叫安全 对不对 听懂我所谓的安全 是什么了吧 你第一得符合什么 我这集合能存储的内容 我想存什么 如果我想存一组搭报 那只有搭报在我眼里 是这个安全的内容 安全的数据 听懂了吗 别的 他自然会导致不安全呀 报货还叫安全吗 这肯定不安全吗 听懂了吗 好了 那所谓的安全是什么呀 类型安全的集合 就是你当中的元素的类型 必须要一致 对不对 我问你数组是不是安全的容器 对 因为数组会要求 每个元素的类型必须一致 你印的数组就是存正数的 搭报数组就是存小数的 听懂了吗 好 那现在的问题就出在了 我们现在拿到的这个集合 它本身就不安全 因为它此刻参数类型为object 想存什么都能存 对不对呀 那下面我们要是想要到安全 其实就是要约束它存储的数据必须相同 明白了吗 好 那这个时候能让我们的数据安全 数据相同的方式是什么 就是办形 好 怎么来约束 办形又称参数化类型 对不对呀 实质上就是在你创建这个数组的时候 或者创建数组对象的时候 来告知它将来它需要存储的类型是什么 听懂了吗 在这 加上一个监括号 6的时候数据类型的后边看到了吗 监括号里写上类型 所以写的是类型 你将来想出一组double 你就写上double 但是有个前提 它必须是对象 你写小double 这不行 听懂了吗 那这必须得是大大宝 可以了吗 好 当我写成了这个样子之后呢 我再运行这段程序 你会发现还有问题 问题出在哪呢 问题不是这个空间 这个对象所持有的那个空间产生了问题 而是你这个引用 你现在的这个引用 没有加繁星 对不对 所以通过你这个引用去访问这块空间时 它对应的方法的参数还是objective 那么就意味着如果我想要安全的不光是空间的约束 引用 引用也要约束 听懂了吗 好 怎么约束 也是一样 在类型的后边加肩括号 给到目标类型 好 当你写成这样 首先你会发现很多编译错误就产生了 而这个有错吗 没有 为什么他没有错 你注意一下 当你调用爱的方法时 看到了吗 原来那个object的参数就变成了double 明白这个意思吗 哎 好了吗 那既然你此刻调了爱的方法 唯一的一个爱的方法 它的参数是double类型 自然就意味着 这些方法 这些方法的调用就产生了问题 类型不一致吧 对不对 通过很简单的方式 我们就把它排除在外了 那这些你都不能写 那是不是通过我这个list的爱的方法 添加进去的内容 它就必须都得是double 对吧 而如果要都是double了 那我问你 你从里边取出来的每一个 它能是什么类型 double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概的方法的反位值也变化 变成了什么 double 还是object的吗 不是 那既然是double 貌似我这都不用再做转型了 明白了吗 哎 好了 范形集合 参数化类型 在创建集合的时候 规范 当中能存储的数据的类型是什么 当你规范好了 你会发现所有与之相关的方法的 这个环节 什么环节 就是原来 所有你看到 有e来标识的这些环节 就全跟着变 比如说在这 我们list是不是有一个 兼括号e啊 这个e到底是什么 其实就是一个类型的战位符 将来它可以是任意的一个类型 这个类型你在哪指明 在这和这里 听懂了吗 你说它是double 好了 那这个e代表的就是double 对不对啊 那这个e在你后续的 所有的方法当中 可能都出现过 比如说在这 这是不是就是e啊 你没有用范形式 e代表什么 object 如果你告诉我 现在的e是double 那这就变成了 爱的方法 需要一个double才数 对吗 那同时 这是不是也是 对吧 还有哪 返回值 看到了吗 当你掉盖的方法是 返回值是e 那e是谁 此时e是double 对不对 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那实质上我们说 范形就是在你 定义这个类 或者接口的时候 往里面放了一个战位符 对吧 然后你来表示 这个战位符的含义 将来在哪 用作参数 用作返回值 而未来有人创建你这个类的对象的时候 自然就要给你一个对应的范形 类型 那么此时所有的义都变成了目标类型 明白了吗 访问时它是第二个 来我们再来欣赏一下这个动画效果 编译时即可检查 而被运行时抛出异常 对吧 你加了半型之后 编译就有造错了 原来你不加半型呢 反正对不对 你都存进去了 你运行 对不对啊 所以编译就能帮我们检查 不合法的数据 不能存 接着 放问时也就不必再做转型 不必再做拆箱了 用这方便了 是吧 再接着 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就比较 这个不重要 不同范形之间引用 不能直接这个相互复制 范形不存在多态 指的是这个意思 你说哎呀 我为了能用起来更方便 老师我这么写 这个范形我用object 叫mylist 下面呢 我new的orlist 哎呀 我想到了什么呢 intege 是object的子类呀 那我这么写 这两个不就是范形 这两个不就是多态吗 不对 听懂吗 不对 这不可能这么写 为什么呀 这是你将来的存储空间 只接受什么 intege 如果你这是范形 不是你这是多态的范形 那就有个问题了 我将来用它一调方法的时候 一定是object的参数 我存了个double 你把一个double 都让我放一个整数空间存 我能做到吗 不有那句话吗 臣妾做不到吗 是吧 你这就违背了原理了吗 空间能存的一定是整数 你这个时候 如果你传给我的是个道个对象 我没有办法把它存到一个整数空间里去 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这儿 两个必须是一样的 他俩之间不存在多态 对吧 谁可以多态呀 比如说他俩都是intege 谁可以多态 指的是 对象和引用可以多态 这般儿立似的 这般用list的形形 可以呀 那就意味着什么 你将来 你在这边通过mylist的引用掉的方法 掉不了子类独有 对不对呀 这可以 但是肩括号里边的半形必须一致 能记住吗 他俩没多态啊 这块就不要展开思想了 说哎呀 放飞的思想 哎呀 我能不能这么尝试 不行 对吧 你这个思想 在展开之后 马上要思考一下 它不合理 不成立 懂了吗 好 半形我们就讲完了 半形成简单吧 好 我问问各位 如果list这个接口当中就能有半形 是不是意味着arraylist和vector和link的list就都有这个半形 当然我还告诉你 这个list的半形还真不是list的定义的 它的collection副接口就定义了 那是不是我可以认为 collection下的所有体系集合都支持半形 都可以规范类型 参数化类型 类型安全 听懂了吗 你要注意的是 接口当中定义了半形 子接口实现类就必须支持 可以吗 当然也不能说必须支持 这话说的不严禁 多数来讲 你定义半形不就是为了用吗 对吧 基于有用才支持 当然也有个别情况下还真就没有 所以话不能说死了 95%吧 都是有的 接口定义了 实现类都支持半形 好了 那么无论是我们的这个array list 是吧 还是我们的这个vector 是吧 我再定义一个vector 比如说vector这里面用到是死菌 哎 好 未来 你存一种死菌类型的字符创 找包 是可以的 那你再用vector的 add方法是 你看参数都是死菌的 没错吧 哎 好 再有 嗯 linked list 是吧 我再来一个 比如说这个是boolean吧 当然没这个价值是吧 啊 B1LS 等于六一个linked list的 部理 那里边只能存什么 poolean类型 是吧 哎 你掉add 你看 你要么就存储 要么就存foss 当然没啥意思是吧 嘿嘿 不过你也知道 他他就就就这么 就是这么做 就是这么回事 知道 哎 听懂了吧 哎 那我要求各位 从今天开始 你用到的所有的半形 都必须 啊 所有的集合 都必须是半形集合 没什么问题吧 哎 好了 基本版 我们就讲完了 其实这个 也就是对于 半形集合的一个底线了 你必须要掌握的 啊 那么 再往下说呢 可能我们就要 多说两句了 啊 说个高级的 你能听懂多少 你就听懂多少 是吧 不强求啊 随缘 很紧张啊 高级范形啊 嗯 generic generic 是吧 好 刚才那个范形 是咋回事呢 我这有个类 叫my class 人家定义一个类的时候 怎么加范形 其实特别简单 就在这加 这就加好了 看懂了吧 另一类的时候 当然接口行不行呢 也可以吧 啊 不 interface 比如说my interface 对吧 好 我也加个建筑号 这我也写的e 一样的 对吧 当然这你非得写e吗 不是的 e 代表什么呢 e 听懂了 好了 那么将来我们还有t呢 t可以代表type 对吧 当然e 还不单单是element e 在后续的GDK8 更好靠后的版本当中 它还可以代表exceptive 明白吧 哎 好了 当然还有k呢 k代表什么呢 代表key 然后v代表value 其实就是一些自定义的名词 你要不爱用 你就用abcd 没人管你 你用a也行 听懂了吧 哎 我这也叫my element 随便 叫啥都行 反正它就是个站位服嘛 听懂了吧 好 我这呢 叫它e了 是吧 那这个呢 我甚至叫它t了 都可以 这个e和t 你经常能看得到 看你api 门档当中 经常有e啊t啊 对吧 包括我们下一次课再讲 麦克迪和的时候 k和v你也频繁可见了 好吧 行了 这个半形类 半形接口我就定义好了 我们以类为例 啊 说类的时候 好 这个半形在什么地方给它 指明呢 现在只是定义 对不对啊 哎 定义完了呢 你将来可以用它 怎么用 比如说我这有个方法 这个方法叫me 好 我把e作为参数 可以吧 那现在你要想 明确 说这个e 可以是个整数类型 intege类型 你在哪指定 你得创建 对象 听懂了吗 哎 好了 myclass 这个半形 intege 好 mc等于new myclass intege 可以吧 哎 好了 那么 这就表示 我的 此刻的这个myclass的 其中一个对象 它的半形是intege 对吧 那我这mc调用 刚才那个me方法 是不是就传整数 可以吧 那我问你 我再创建个对象 是不是我再去指明 一个半形呢 听懂了吗 这叫实力半形 m1 你看它的参数 就是搭到的 懂了吗 哎 那这个接口当中的半形 也是实力的 明白我的意思吗 好 那接口当中的半形 怎么用啊 你不得定义抽象方法吗 对吧 比如说m2 好 半形我用t t 那这个时候 是不是就得有个实现类啊 对吧 好 class 我这个叫做myimplclass 实现了这个叫做myinterface这个接口 对吧 但是你注意 人家是不是要求你实现覆盖方法呀 好 你这一覆盖方法 哎 在这啊 你这一覆盖方法 注意了 体现出半形了吗 没有 为什么 你那写的是t 我这是什么 他们这 哎呦 完了 这个半形没体现出来 听懂了吧 那么你注意什么呢 如果是个半形类 你是在创建对象时告诉他这是什么 对吧 如果是个半形接口呢 半形接口能直接拥对象吗 不能 半形接口的价值 就是给实现类实现的 接口就是给实现类实现的 对不对 那么什么时候指明半形 注意 是在这 当然你没有 你有没有发现他有个黄线 黄线是警告线 警告线不会有变异错误 听懂了吧 但人家警告你写的不规范 你得在这 比如说 我写上什么呢 byte 那就意味着什么 我要想实现的这个接口当中的 范形p 我指明了什么 byte 而在我未来p的应用场景 m2参数这个位置 他就是byte的 他就是byte的 而你现在会发现 这个 报错 报错的原因在哪 在这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 什么呀 反回值的问题 对不对 我这 我这还有错 不急 不急 你看着 现在他告诉你 就是什么呀 你那半形2t 写的不规范 我说 你现在这个 他就不叫什么呢 覆盖 为什么 人家现在接口当中 要求覆盖的那个方法 叫m2 没错 但是是个byte类型了 你指明范形了 对不对 所以 这个是不对的 那他提示你 你没有覆盖那个方法 你注意看 你再一点 是不是人家认为 这才是标准方法 而这个呢 那就错了 听懂了吧 那错了 他也不是覆盖的 人家的这个 这个方法 听懂了吧 所以这个你得杀 那你就明确了 如果是范形类 你是在创建对象时 为他指明 如果是范形接口 你是在实现接口时 为他指明 听懂了吧 哎 好了 这两个都叫实力范形 注意了 实力范形 什么叫实力范形 创建对象时干的事 对吧 创建对象 或者是实现接口 时做的事情 对不对啊 那当然 你在这实现接口 你创建 myimplclass 好吧 比如说 接口 myinterface 我是不是要指明范形 mi 等于new什么呢 myimplclass的时候 也指明范形 不不不 这个就不用指明范形了 好 在这 加上一个 什么呢 比如说byt 是吧 好 你看到了吗 这个是实现类 实现类是不是由他指明的 范形 这个是什么 接口 接口是不是意味着 我将来用你用调方法呀 哎 那我问你fi 调的这个方法 f2 是不是此刻要求是个byt 对不对 我这要附加范形的 我这要附加范形 这参数就是什么 object的 那现在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了 什么问题 你实现的时候 参数实质上定义的是byt类型 但是你用接口引用时 你没有指明范形 你可以传到object 对不对 那我问你现在 我在这 new object 这行吗 行吗 行啊 你能传进去 但是有一个问题 这不就classcast了吗 听懂了吗 这就是那个实际运行的方法 要byt 而你基于接口没加范形 随便传 那他俩一会儿类型不匹配 转型会失败 明白了吧 所以我要求说什么 你最好双端都要给范形 对不对 那这种情况下 我在这加入了 和实现类一样的范形 是不是我就规范了 你调用时 你必须给我个byt呀 那你给我byt 肯定没问题 这儿调的时候也是byt 当然这现在是十一 做自动包装时 人家会当成什么处理 当成整数处理 那个 interl型处理 我这不写成这样就行了 这就严格要求 你必须是个byt了 所以前后 是不是就匹配了 而对这种情况来讲 前后匹配都直接写出来了 因为你用的是范形 对吧 而这种是不是范形接口的实现类呀 那实现类是不是在这写过了 所以你这儿可以省着 这儿必须得写 对不对呀 那当然你说这儿要不要再写一遍 没有必要 也不应该 如果这儿还要再写 那一定意味着 这个类就如同它一样 是不是在这儿也加了建口号 听懂了吗 好了 说到这儿 这些都称为实力范形 没问题吧 什么时候来指明 e或者t的含义呢 得创建对象 或者实现接口 对不对 那我下边问个问题 看着啊 class my my什么呀 没名了 哎呀我的天呐 哎 哈哈哈哈 别闹啊 别闹 不行 我的 steady的class吧 我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个名字 你看着 现在它有一个静态方法 messer的 可以吧 好 那下边 如果我在这儿指明范形 e 你说我在这儿 用它 哎 你会发现它好像报了个错 看到了吗 这叫什么 静态方法 不能引用非静态成员 对不对啊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这个是实力的 什么时候它能体现出它的价值 拥有对象的时候 你才被 e付了个值 知道了 e到底是什么类型 而我静态方法 很显然是在 可以在创年对象前调用的 那 这个e就是实力范形 对吧 而我现在这个静态方法 能用实力范形吗 那我就不能用范形了吗 我还能不能用范形 不能了 听懂了吧 不能了 不能用了 这麻烦了 不能用范形 我这方法呀 像灵活 我服务a的时候 它就是整数intege 我服务b的时候 它就应该是double 听懂了吧 而你对这样的一个静态方法的调用 不就是类名 点 miser的吗 是这意思吧 这个我们暂时不考虑了 现在 是不是可以调用啊 我需要的是什么 第一个人 如果用我的时候 他说 我这里 传了一个123 那就意味着 将来 不是将来 就是我这次的参数 就应该是intege 如果下一个人再调 我传的是 3.5 那此刻我能接受的参数 一定是double 我想要这个 明白我的意思吗 那这个时候就有个问题了 什么问题 你不是在创建对象时 完成的这个 表示 对吧 那你怎么来明确 它到底需要什么呢 是这意思吧 而且每一次调用的时候 还应该有个不一样的结果 看着 我会这么做 还是加扮行 不过这个不叫实力扮行 你用不上了 是静态扮行 静态扮行 加在哪呢 加在 方法上 听懂了吗 加在方法上 那很显然 这个扮行也只有一个方法自己用 我这一个 类里边有三个静态方法 我加扮行 是不是这三个都不一样呢 共用不了 听懂了吗 一个方法内部 怎么用 在这儿写监控号 你写E也行 你写T也行 你写什么都行 反正我写好了 看到了吧 接着呢 我要参数是吧 好 T 这俩都过了 看到了吗 好 那你注意 上面的这个方法 看到了吗 参数是什么 Integer 下面这方法呢 大宝 明白了吗 所以 我们说 这叫静态扮行 静态扮行 是加在方法上的 伴随静态方法 调用 就等同于 为它付了一次值 你传什么参数 它就是什么值 明白这意思了吗 好了 那么 这个东西有用吗 实质上没用 有用没有 没用 为什么没用 你不加你写个object 不也一样吗 反正你这 传音机值也行 传double也行 不就是啥都能接受吗 对不对啊 好 在方法内部 能体现出用处来 注意啊 传这的时候 看不出来 对吧 但是到里边来 我问你T是啥呀 T 盖着class 行吗 围调这方法 是不是要打印一个一句话呀 这一样吗 这就不一样了 是这意思吧 好 那么 各位 T 能 能不能加十 能不能加十 你看 现在 有个问题 人家说了 你这个T怎么着啊 现在是一个表达式 是一个没定义的 猜住type s t字 和int 是吧 好 你现在加不了 不过呢 T 它有方法吗 看到了吧 好 现在这些方法 是不是一个 还是一个引用类型的方法 但是你知道 它里边存储的实际是什么 实际是啥呀 实际 完了 蒙了 这实际是个整数嘛 这实际是个小数嘛 虽然你不能直接加 但是你是不是也可以获取啊 对不对呀 那么 下边 你要做的操作就是 你可以做向下转型 你也可以做整数的操作 是这样的吧 好像 实话实说 好像和object的没什么大区别 用法 对不对呀 那好了 你也可以当它没用 行吗 又说了一个没用的 是吧 那我再说个有用的 听着啊 我再说个有用的 我现在要求 要求什么呢 你这儿再传 你能不能传字符刷 可以的是吧 那扮行自然就变成了什么 四句内容 对不对 好 我现在的要求是我这个方法 只服务于数字 听着 我这个方法只服务于数字 什么意思 数字有几个呀 八个 八个 六个包装类是吧 big decimal 是不是数字 它为什么叫数字 因为它是number的子类啊 对不对 那六个为什么叫数字 不也是number的子类吗 还有一个big int 只咱们没讲 是吧 那个本简单 你看一眼就会了 实质上 number有八个子类 对吧 那我说 我这方法只服务于数字 是不是只接收这八个类型 而你现在能控制吗 你控制得了吗 你控制不了 你现在加这个范形 实质上跟写着object的 没有任何区别 对不对 那下面我就 哎 注意 object的 可就没有任何的方式进行控制了 对不对 我现在可以控制 对啊 嘿嘿 不一样了吧 看看有一个报错了吗 谁报错了 哎 四字类型 没猜入的这个报错了 前两个没错了 太好了 我等于把它屏蔽在外了 不光是它 实质上是所有 非number的子类 都挺不一样 明白了吗 好 那 我换一个 你看着啊 animal 如果我在这写animal是什么意思呢 表示你谁能用我这方法 这三现在都不行 所有的动物可以 要么就是animal这个类型 要么就是它的子类类型 但是animal作为负类 我要是写成抽类子 它也就没有类型了 是这一个吧 好 再接着呢 class dog 继承animal class cat 继承animal 没错了 好 接着 我调用方法 mystatic class 调用miser的方法 这个时候我传个new dog 再传个new cat 是不是都可以啊 前面三个 错了 不让掉 后边这俩可以 因为人家限制了 必须是什么 animal 这个作用是不是达到了 好 我告诉你 这个还是太坚范 为什么 将来我这个方法 可能用作排序 我传入的 可能不是个t 而是个t数组 你给我一组dog 一组cat 都没问题 听到了吗 那我将来要用排序的话 我是不是得有个要求 这个动物得是可排序 是不是 这或者不是动物 就这个对象 你接收的这个一组t 它是不是得是可排的呀 当然我这些省略了 好吧 我就说明什么问题 你现在光是animal的子类 不行 我还原有个要求 叫可排序 什么叫可排序的 对象能不能排序 是谁决定的 我没讲过吗 我绝对讲过 可排序的是个接口 compare叫排序 叫比较 对吧 compare to 就是那个比较方法 对不对 而compare to 包含在的那个叫做 comparable的 接口里面 那就叫可比较的 也就是可排序的 听懂了吧 好 还记得当时 我们要排student的时候 人家会做转型 报一个错误吗 就是转成compare 会失败 对不对呀 好 我现在就要加入一个要求 你给我的这个对象 不能仅仅是animal 或者他的子类 还必须要实现 compareful接口 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我对他的要求 是双向的了吧 好 那你看着 现在我有两个子类 这两个子类呢 dog和cat都实现了animal 都继承了animal 但是呢 dog实现了这个叫做compare的接口 实现这个接口 就会要求我必须覆盖接口的方法 对不对呀 好 这就覆盖方法了 那么注意的是什么 这个compareful是不是一个范形接口啊 我是不是应该在实现接口的时候 指明范形是谁啊 好 那我将来需要在 dog这个方法中对比的时候 我是用this和谁比 和另一个对象 而那个对象 是不是就是在这有个范形 而将来这个范形是什么 参数就是什么 范形决定的参数 那我将来一定是用this 这个dog对象和另一个道个比 所以我在实现那的时候 是不是加上这个 能看懂吗 这个时候它就变成什么了 造个了 好 我这是不是就是 一个继承了animal 同时又实现了compare的这样的一个对象 而下面呢 不一样 对吧 那我这个方法将来要是用作排序 是不是我得要求 传给我的任何一个对象 它都得是可以排序的 可以比较的 对不对 我又加了一次筛选 看着 end 看到了吗 当然 这你要不要写上范形 其实不需要了 就写上compare吧 就行了 你再看 这俩 是不是又变了 谁能盘 谁能传进来 Dog Cat能吗 对了 Cat就不能漏 为什么它不能 因为它不满足我范形的要求 明白了吗 可以了吗 好 那么下面的这些 我们是不是都可以叫它静态范形 对不对 实力范形 是在创建对象或实现接口的时候来完成指定的 静态范形就是在方法调用时完成指定的 对不对 只不过静态范形多了一个这样的东西 是吧 你用静态范形干嘛 你完全还可以做一些范围的控制 理解了吗 没问题吧 太好了 当然到这还没说完 高级范形还没说完呢 还有什么 你看着 其实这个再说的话 跟这个静态范形就无关了 再说的是 各位将来可能会在这里面遇到这个东西 看中了吗 问号 这问号是什么意思 你看这个吧 这是不是也写的是问号了 问号 可以作为你的这个参数的范形要求 或者说这个东西可以称为引用 你在定义一个范形的时候 注意这 你可以写问号 看懂了吧 当然你写问号就有一个问题 你这是问号了 是不是下面那个参数调用就不明确了 你看人家那个参数也就变成问号了 他也不知道你要干啥 他也不知道你要传什么 听懂了吗 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 往往我们不是只用问号的 在这儿 他也可以加关键字 extense 就换句话说 将来你给我一个my class 对吧 我会要求你这个my class的范形是什么呢 我也用number呢 意味着什么 我这个叫做mc的引用 class类型的mc引用 将来我能接收的my class对象 必须是整个这个数字型的范形 懂了吗 所以他是在这儿控制的 实力的 明白吧 实力是在这儿控制 静态是在这儿控制 懂我的意思吗 哎 好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就可能会用到问号了 当然问号你传什么呀 那你传吧 111 好 当然这里边还是会有一个 这个范形的使用问题是吧 我把它改了吧 哎呦 我改到哪去了 我改到这儿去了 好 这儿我就不能写死t了 是吧 不是写死e了 行就这样吧 这儿我 不用问号了 我这儿还不出的 不用问号还不行 那这个价值就不大了 你看 排是谁呀 object 哦 我知道了 我刚排啊 我刚给这参数不对 他 没有帮我做自动的装箱了 要什么方法来着 呃 哪个方法 m1是吧 哎对 m1 好 你看 现在now是可以的 对不对呀 然后呢 我这么做吧 123 哎呦 这行业都巧 还是告诉我这个范形参数的问题 那他就只能用作一个用途 传参了 不是这个 是这个 mc作为参数了 传参和接收了 没有价值 实质上这么用 是不是没有什么价值 好 我把它改回成什么呢 intage 这儿我就不改了 行吧 哎 这儿我就不改了 实质上没什么价值 好了 再看 我还是调那个m1方法 这回是明确的 对吧 哎 至于说 这儿你传的值 将来我们甚至都可以这样 就是这些8之后 你都可以把这个 也不一定非得自己可以办 这边省略了 你看 这都是可以的 而谁不能省 这边的 这边的必须得明确一些 为什么呢 因为你 他决定了你后边的 范形参数的类型嘛 对吧 所以你这儿都可以完全做推导了 因为你前面这儿intage 后边这儿肯定也是intage 换句话说 你往这里存的时候 是不是 前面存的就是整数 你后边也就没有限制 明白吧 好 可以了 这个是静态的 是吧 上面这个是实力的 两个 两个 有问题吗 好了 那没有问题的话呢 实质上 你再去看你现在 API当中的内容 有一些你就可以看懂了 刚才我那个是真正复制 这个 你是不是就可以这么写啊 对吧 你看人家是不是都主要用在个参数上 因为我那个实力变量 我会掉它里面的方法 对不对 所以他给我报了一个 这个还是不兼容的这个类型 还有什么方法呢 有没有看到 比如说这个 我们就以这为例了 它的意思是什么 一 是不是你将来创建对象的时候 要给一个值 比如说我给的是 Animal 那么就意味着 现在你要是传给我的这个collection 它首先是个范形的 那范形的 什么范形 什么范形 必须是Animal的子类 是这意思吧 那你给我的这个集合 必须是一个Animal的子类的范形集合 才能承认为我当前方法的参数 其实也是加入了一些限制 可以了吗 好了 还有什么特殊的吗 暂时就看不见了 是吧 没有暂时没有什么看到T啊 或者是KV对吧 KV相关的 在这儿 这是不是有KV啊 你往下找 实质上还是这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 K代表一个值 V代表另一个值 行了吧 创建的时候 为这两个范形式名就可以了 好了 范形 有问题吗 那现在我们用的是哪个 我们现在用哪个范形 实力范形 你的集合用的是哪个范形啊 不就是实力范形吗 对不对啊 集合用的就是实力范形吗 行了 静态的范形 这个东西 你将来可能会在追缘码的时候看到 看到了别奇怪 好吧 对于他的这个系的副值 不能在创建对象时完成 只有在方法调用时给予 可以了 这我就不说了 好吧 这呢 这几行我注掉 因为他不能编译通过 是吧 这行我也注掉 就保留这一个 他比较符合刚才我们下述的这个需求 对 范形也就说完了 今天呢 还有最后一个内容 这个动画也好尴尬 就甭假动画了 collection 我把最后这里边的三个应用 说完 可以吧 好 三个 首先看这 collections 这个是个 带有s的 跟我们那个arrays是一个道理 arrays有数组的意思 后边加上个s就表示数组的工具 对不对 那么collections 是在collections后边加了个s 代表的就是collections collections这个体系的集合的工具 听懂了吗 它服务于什么 你像 看到这儿了吗 是不是服务于利斯培 对不对 好 定义了 除了存取以外的集合的常用方法 最常见的方法 工具方法 这里有 这里有 存取的那些方法 是不是都在集合本身那儿了 哎 好了 我们看看这里边的几个方法都有什么 首先第一个叫做reverse reverse就是反转 加一个 听得嘞 test collections 是吧 当然我应该先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工具类啊 它是个类 所以呢 你得在 这儿找 collections 往下找 你看这里方法其实是挺多的 是吧 都是服务于 我们集合的 有一些我们现在就可以用 像这儿 shuffle 和刚刚我们说的 比如说sort 还有什么呢 还有reverse 是吧 reverse最简单了 到这儿来点进来看看 好 静态方法 通过类名调 然后传一个list的进去 这儿是不是就可以用到问号了 参数这儿用就行了 你这儿用问号 哎呦 点错了 你这儿用问号就意味着什么样的类型 的集合 我是不是都可以帮你完成 翻转啊 对吧 导致啊 好 collections 这儿用这儿用什么方法 reverse 对吧 好 需要一个集合参数 那么这个时候我就给他个集合 比如说list intege list等于relist 接口以后 使下 使下类比像 哎 好 找包 注意 你看list这个包是不是 有两个呀 哎 对 list这个这个 有两个啊 一个是类 一个是接口 我们用的是有条项的接口 搞进来 再接着 你说我往里面 add几个值就可以了 好 一 三 五 七 好 接着 我把list传进去 做一次元素的倒置 是吧 倒置完了之后呢 做个便利 list点 size since out list点get i 打一 so 这就倒过来了 可以了吧 哎 好 那么 这是第一个reverse 再接着shuffle是什么 叫随机重置元素 我在这 这是降过来了 降续了 是吧 哎 同理的 我直接掉什么呢 shuffle 还是传这个list的 然后你运行 3517 3157 7531 每次都不一样 看到了吗 随机打乱了 好 所以这个shuffle 最后还有一个 叫suck 那suck指的 就是排序了 对不对啊 那是不是意味着 原来 你 做排序的时候 是不是只能 对数组做排序 arrays点suck 现在我有集合了 我集合也有排序工具 叫collections点suck 行吧 好 还是默认排声序 一样的 接收任意的 排序集合 collections点suck 然后我还传list的进去 可以吧 哎 当然了 你看 上面那两个参数啊 这个方法的参数 是问号 对不对啊 是不是指的任意啊 我说下面这个也说是任意 你看到了吗 你进来 这个方法的声明 看到这了吗 这是什么意思 注意 t是不是在这规范的 好 首先他说t必须怎么样 必须继承 当然实现在这也只用instance comparable是不是个接口啊 好 他说 这个t啊 你传给我的这个范形集合 是不是这个是这个你传的是intege的意思 那t此时被附上了什么 intege 那么他的要求就是intege这个类型 必须是comparable的实现类 对不对啊 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这句话指的是comparable也有范形 comparable的范形要求是什么 你给我的这个可以是intege 当然也可以是intege的 怎么呢 这个负类 听到吗 就原来说我们必须是继承它的 这个也可以是intege的负类 但有个前提 什么前提 你必须是可排的 明白吗 你给我的这个t是一个intege 那么你这个t就是必须为可排序的 不能排序的 你给我 我不接收 明白这意思吗 好了 那么现在我们传进去了 帮我们做了 甭管前面是倒置还是打乱 最后应该都是一三五七升序 是不是啊 好 那么下面我们就要分析一下了 你这个方法用到了范形 对吧 那基于他的声明我们也看到了 要求你给我的这个范形集合 必须是可排序的 对不对 我现在问你 我如果在这儿传一组自定义类型对象是什么结果 好 我这儿呢 甭在这儿改了 是吧 我下面在这里 collections.sort 然后呢 我这儿有个list student sqs等于newarraylist student sqs.add newstudent 这是我放了一个呀 当然我还没加过到方法是吧 没关系 注意了 现在你看 是不是也可以 啊 不对 不是在这儿啊 这就不对了 好 你看我放进去之后 现在你看 是不是 他就会帮你做了这个 soft的那个 限制 对吧 他限制了什么 如果你在外部传给我的是sqs数组 这个集合 t 我就要求你 是不是给我一个换形集合 对不对 不明白吗 我把这个方法声明考过来 你原来在这儿传谁 list 为什么list可以传过来成功呢 是因为list用到的范形叫做intege 对不对 为什么intege的范形可以传进来 原因在于intege类型 默认就实现了comparable 你会不会发现整数上来就是可排序的 那整数为什么可排序 是因为整数实现了comparable接口 覆盖了compare to方法呀 看到了吗 他在这儿是不是就已经实现了这个接口 他已经在compare这个方法内部 完成了比较 看到了吗 是不是两直啊 一个前面的 第一个 一个是第二个 这俩值 是不是就默认比了一次 比完了 给一个正负零 对不对 到这儿 哎不对 不是到这儿了 哪叫这儿呢 正负零最后作为了什么 返回值 那么compare to方法返回负数 是不是表示 list靠前 返回正数 list靠后 返回零 二者相同啊 所以你会发现你传一组整数进去 它本身就是可排的 因为人家默认就已经实现了接口了 对不对 那我们你原来我们传过一组字符串进去 对不对 那为什么字符串也可以作为你的参数呢 是因为字符串 它也实现了可排序 整数是自然排序 字符串是字典排序 这个compare to方法早被人家实现好了 对不对 而你现在呢 你要传一组学生进去 学生可排序可比较吗 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没有实现compare to方法 就没有比较规则 你让我帮你排 我不知道规则是什么 两个学生往一块比 谁大谁小不清楚 听懂了吗 那么为什么我这个方法调用会失败呢 为什么呀 不就是因为 你现在给我的这个一组集合当中 他的范形付给了t吗 对不对 而我对t有没有要求啊 我说t如果t此时是student t必须实现compare到接口 但你没有 所以你报错 这不就是刚刚我讲的静态的范形吗 是不是 这行我注掉了 他一定是掉collections下面的那个 对不对 所以报错了 那我要想通过他很简单 我实现了这个compare到接口 对吧 表示我将来会两个学生一块比 并且覆盖了方法 你看 他不就通过了吗 而他通过的原因不就是 你给我的这个t办形 我是发现检查之后 它是个符合要求的 范形集合 听懂了吗 那我问你 如果这我写成问号是啥意思啊 我如果这写成问号 这我就可以就写个t 或者我就写个问号 明白了吗 我不对你传入的这个范形有任何的要求 对不对 换句话说 你和范形可以是object 也可以没有范形 默认是object 或者是任何一个类型 明白了吗 好 那我问你 为什么人家在设计方法的时候 这两个方法 它不限制范形的类型呢 他为什么不需要考虑 说你这个reverse和这个shuffle 到底是里边存了什么类型 我为什么用问号 而不做认可的静态 范形的限制呢 你想一想你就明白 其实跟范形有啥关系 你里边不就存了多个东西吗 你不让我颠倒一下吗 那我就换一个位置就得了 下标零变下标四 下标二变下标三 没事 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我干嘛要纠结你里边非得存什么 是学生我帮你倒过来 不是学生不行 是整数我帮你倒过来 不是整数不行 有这个道理吗 没有必要 那shuffle就更没有必要了 我就是帮你随机打乱顺序 我跟你里边存了什么不关心 你里边存了四个学生 他打乱之后还是四个学生 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我对你的排序会有一个 从问号变成了t这样的要求呢 因为你要让我帮你排序 我就得提出我方法的要求了 对不对 我这方法要求你必须得是 可以比较的一组对象 我才能排啊 不然你难为我 听懂了吗 你给我放三空热水瓶 你让我帮你排什么呀 谁在前谁在后 我哪知道你是想要 轻的在前正的在后啊 还是 新的在前旧的在后啊 还是大的在前小的在后啊 我不知道 听懂了吧 那你如果实现了compare 我是不是可以调你的compare to方法 知道了正数负数 如果是负数 哦 当前这个在前上 如果是正数 当前这个就在后 反正两两比较嘛 永远都比到 两两都比过呀 听懂了吧 理解了吗 那你将来什么时候用静态办行啊 这种情况下实质上你就可以省略不写也代表问号 因为啥也不要 对不对 没有要求 这种情况下貌似你就必须得写 对不对 这不就扣回了刚刚我们上一个案例吗 上一个案例 我为什么要写这个呀 我是对我的参数有要求啊 你必须得是animal 一种动物 同时你必须是可排序的 可比较的 你光是动物不能比不行 你光能比不是动物也不行 听懂了吧 这就提出了多个要求 所以你用了and 你要是一个 就像刚刚我说就写这一个就行 明白了吗 好了 那三个方法 我们就说到了第三个 对吧 那说到第三个 进而我是不是也就可以 把这方法实现了 对不对 但还是那个问题 为什么人家要求你是可比较的 为什么呀 collections.soft 为什么要求你给我的这一组对象 必须可比 是因为我要帮你排序 我要调你 当中的一个compare to方法 对不对 而我为什么能确定 你将来传给我的这组对象 一定有compare to呢 因为我要求你 必须实现compare 我在方法调用时就对你做了限制 你一旦能把参数传进来 表示你通过了编译 那你这一组就一定结合我的要求 实现了compare to 那么你实现了compare to 我就会在后续调用 听懂了吧 我怎么调 你看到了吗 它的排序原码 其实并不是就写了一遍 而是把你给我的这组集合 转成了数组 用数组arrase.soc做了一次排序 这是不是复用呢 对吧 里边的原生代码都一样 我干嘛还要再写一遍呢 我在入口这里 做了限制 那能传过来的一定是一个 可以调用那个方法 可以做转型 转型成compare to comparable 调compare to方法的类型 那我就调你arrase.soc就搞定了 知道排完了之后 哎我下边再帮你做一个所谓的这样的根底 知道换一下位置 其实人家这个操作在干什么 就是在完成我们那个两支交换 啊不是不应该是两支交换说错了啊 不是两支交换 他这里因为用到了一个什么呢 迭代器 这个迭代器我是不是没讲啊 哎 好 在哪呢 在 甭看这个了 在list当中 list当中看到了吗 这是不是就可以支持 itrable啊 itrable实质上我们是不是看到了是collection实现的一个接口啊 那是不是这个体系下所有都是可以迭代的呀 听到了吧 哎 他就是帮我们做一次迭代嘛 那么arrase的也是支持迭代的 只不过今天我没讲 我今天不讲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有现行的办法 是不是可以帮我们完成这个迭代的工作呀 便利的工作呀 但是这个下次课的时候 对于像赛克这样的集合 我们就得迭代了 为什么 因为他没下标 没下标 你就不能自己写循环 get爱 对不对啊 所以这个迭代的相关我能到下次课再讲 可以吧 好了 然而总之 回过头来 这就是一个排序的规则 那么我们发现了静态的办形的使用方式 对不对 有了这个还是这样 我并没有要求各位现在学完了 你要能写这个东西 你能看懂就行 对吧 你能看懂就行 尤其是API API这个方法的这个介绍特别繁琐 你看着 collections下边的这个 哪呢 哎 哪去了 找扫卡 看着没 看到这了吧 是不是啊 实际上还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东西 对吧 但是这你都熟 这你也熟 这个东西其实你现在也算熟 不过这个东西你可能看着有点混乱 那我只是在告诉你 再看到这个东西 理解它就行了 能读得懂 对吧 而至于说监括号里边 再套监括号这个事 不用可 不用不用奇怪吧 监括号是什么 这个是by层P的范形 对不对 而这个呢 是comparable的范形吧 明白了吗 哎 好的 三个方法都说完了 那这两个方法又能结合一块用了 你排了序 排了升序 是不是还可以用reverse做 降序啊 对吧 原来你直接操作原生数组时 都得自己写 现在人家工具都给你提供了 好吧 我们就讲这三个多了不讲了 为什么呢 有很多是一方面 还有一些像这个我们没法讲 为什么 对你能看到它都是与县城相关的东西 对吧 哎 那这个还没学到 学到了你再看它 我们再讲你就通透了 行了吧 好 那么至此我们就已经把collections这个体系集合当中的list我们就说完了 我们今天讲的内容有什么 我给各位画一个重点啊 好 collections只是定义了共性方法 大家应该都看过很多遍了 list呢 添加了一部分有下标的相关方法 对吧 哎 你一看到index的标识 你就知道这是list的独有的 对不对 再接着 下边的三个实线类 这个呢 你只要记住它 县城安全 效率低 就完事了 用不着 对吧 那么我们需要记住的是这两个array list的 对了 数组结构存储 查询快 增山快 对吧 linked list的 列表结构存储 查询慢 增山快 不过linked list的也有一些独有的方法 就是与first last相关的一些操作方法 在操作链表的双端的时候 我们认为速度会更快一些 是这样吧 找到他们的场景 再然后就是范形集合 我并没有让你记住所谓的高级范形 是吧 你就把范形集合给我记着 参数化类型 类型安全集合 强制 必须一致 那么注意的是 它归类在实力范形当中 创建对象的时候去致命 对不对呀 哎 好了 那么有了它就有了一定的好处 其实好处就两条 能做编译检查 不用再做向下转型 对吧 哎 这个不支持 是吧 哎 范形的前后必须一致 啊 多扩展的就是我们的范形 自己该怎么写 范形类 范形接口 对吧 怎么E呀T呀 你随便并明没关系 但是你要知道范形类和范形接口都是一样的 都是在实力层面的 对吧 啊 接着又扩展了一个什么 静态的范形 静态的范形 复实在哪指明 是在方法调用时的 这个环节上 对吧 哎 那么如果你现在定义的是问号 就意味着没有要求 但是没有要求呢 很显然 你 没用 对吧 没用 就是不做限制嘛 而这种 P就有含义了 P的含义在哪里 都在这个方法 返回之前的这个位置 这可写可不写 对吧 你要写了 就一定得写在返回之前 哎 写上尖括号 然后明确 你这个范形P 它的具体的要求有什么 那将来传入的参数 满读要求 就是这个 不满读 就有问题 对吧 好 进而呢 这里面再一次体现到了一个概念 什么概念 叫接口回调 刚才我其实到这讲着讲着就跳过去了 是吧 我把这说完啊 collections.sort 是不是要对一组学生做排序啊 那我们说你进来之后 实质上在这并没有用到comparable 而是在erase 也就是把这组学生转成对象数组 在叫erase的sort的时候进来 你才能在这儿 你才能在这儿又做了个判断 是吧 好 我们再找一找 向下满足 呃 这个走else 是不是要sort呀 我看看这两个方法 啊 在这儿 这儿呢 这个是什么 这儿也是 你看他封装了n多层 是吧 sort里边还有sort 这个sort应该指的就是他了 是吧 好 我必须要追到那行代码 哪行代码呢 呃 range 范围的change 不是这个 然后 battery sort 也不是 没在这里的 啊 哦 找到了 在这儿 看到了吗 他这里做的是相对复杂了一些 不过你是不是看到了 他需要帮你把 你现在 那个数组当中的每个元素 做一个comparable的转型 对不对 转型完了之后 这个变量 在这个位置会掉compare to 和另一个a数组当中的元素进行比较 对不对 那人家写的可能相对复杂了一些 而我们都应该知道 如果想要做排序 一定是可排的 那必须有这个方法 才能限定两个对象的规则 对不对 哎 那归根结底 回过头来 我们说 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在这儿决定这个规则是怎样的 那假设我们就以age为例 对吧 intageage 那当前对象 this有age 传过来的o那个学生是不是也有age 那我们是不是就以他为排序规则 如果age比你大 那你就说吧 想让this靠前还是靠后 如果想靠后 是不是表示小的靠前大的靠后 那这就表示做什么排序呢 升序还是将序啊 升序呗 那升序 this想靠后 那就reper正数 可以是一 也可以是一百 对吧 那么else if呢 如果this.h 小于o点h 是吧 这种情况下 你比我 怎么样 对方 比我大 我小 那我靠后 我靠前 所以我靠前 我就返回一个负数 负数靠前 正数靠后嘛 好 我返回负一百 行吧 如果二者都不满足 就表示咱俩一样 年龄一样 那相当按照默认的顺序 如果你说咱俩年龄一样 还要分个高下 那你就再谈 再排次要排序列 是这意思吧 如果次要排序列 也相同 那你就次次要 你就第三列 第四列 第五列 反正 你非要分个高下 那你就把所有属性都比一遍 对吧 所有属性都比完了 那咱俩就看运气 看看谁的 他是扣着的 对吧 那个东西是不是应该不一样啊 反正你最终非要分个高下的话 那你就找个依据笔就得了 是这意思吧 所以我们说 你这儿自己写就行了 而将来人家一调你这方法 自然就能明白 你传给我的这两个参数 比如说一个是12 一个是15 好了 按照我当前规则 我没有加那够道 是吧 不理他啊 按照我当前规则 进来之后 我这个集合就是两个 对不对 两个当人家在第一个对象身上 去调什么呢 Compare to的时候 是不是 这个12岁的对象就是this 15岁的对象就是O 然后我比较之后 我的年龄比你大吗 发现 不满足这个 走了这个 对吧 走了这个就意味着 我比你小 好 this 我靠前 那么 返回复述 是不是 这12岁的对象还在身上 没错吧 如果我这要是颠倒一下 这是小于 这是大于 或者把正数复数一换 那此时还是这个道理 两者一比 12岁是this 一比较调方法 然后我发现 我的年龄比你小 好了 我要靠后 我是正数 大 大 大指 我要靠后 那是不是就你靠前 咱俩换位置 那这种情况下 15在前 12在后 是不是就是 降续 听懂了吗 你在这儿 直接可以通过他 做声序降续 那么我更建议你 怎么办呢 结合人家 Sock的默认规律 Sock默认排完了 就应该是声序 对不对 那你是不是应该 配合人家 迎合人家 做声序啊 所以这儿应该写成 大于 这儿是 小于 对吧 我这个默认排完 是不是也是声序 当然你说排完了 是声序 我想要降续 没关系 Collections 点 什么呀 Reforce 做个倒置吗 明白了吧 哎 好的 这个两个值 我就去了 行了 这我就说完了 好 上面这儿 我刷了 因为 有他 刚才有 这个错误 有问题吗 有问题吗 没有 没有 好 繁星 难吗 难不难 好 难啊 难也好吧 不难也好 不难那就不难 那就对了 不难就学会了呗 是吧 你要觉得难 把 把什么呢 把刚刚我讲的这个 你就可以忘了 实话实说 把这个就可以忘了 那 底线在哪 你要记住什么 没事 你忘了 你也真忘不了 你以为你真的忘了 想多 你后边天天看这东西 还能忘呢 我没有要求你会用 听懂了吧 我要求你现在会看 你看得多你就会用了 对不对 那么 我说你忘了 可以 这个你可以忘 但是你要记住什么 这个你得给我记住了吧 看懂了吗 这个范形集合 你得给我会写吧 实际上范形集合是什么 就是在你创建集合对象的时候 是不是前部端的类型上 要给到一个具体的数据类型 进而来约束这个集合能存什么 这个东西没问题吧 你要说这个还难 那你就可以熟熟去世了 是吧 这就太简单了吧 一句话的事吧 好了 就说这么多 list的 我们就都说完了 那么 下次课 我们会去讲set 以及另一个分支map 提前做好有效的预计 可以吧 因为明天是周四 是吧 做好有效的 行了